大家好,我是阿辉 夏天多吃这菜维生素是白菜的20倍 含盖量是鸡蛋的3倍 多给老人和孩子吃,可以增强体质 真的非常不错 这是刚花了三块钱买的无心菜 还有人叫它空心菜,因为它的杆是空的 里面是没有芯的,来看一下 很多人都不了解空心菜 它吃起来非常有营养 夏天这个季节比较多见 空心菜属于良性菜,夏天多吃可以清热解暑 含有大量的果胶和膳食纤维 能很好的促进身体毒素的分解和增加肠胃蠕动 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还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又因为空心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 经常食用还可以增强体质,美容养颜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空心菜非常好吃的做法 一起来看一下 摘好的空心菜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放入盆子里面 用流动的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平时空心菜都是炒着吃或者是凉拌 那今天分享一个和平时不一样的吃法 看看有多少朋友这样吃过 洗好的空心菜控干水分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桩丸里备用 准备几个青红椒切成胶圈 切好桩丸里备用 准备几辈包好的大蒜放入蒜罐里 加点食用盐 这样大蒜就不容易跑出来了 倒成这样的蒜泥放碗里备用 再加入一勺辣椒面 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糖提鲜 浇上烧好的花椒油 激发出蒜香味 再加点米醋和生抽调味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然后放一旁备用 小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搅散 然后将打好的鸡蛋液倒入空心菜里面 用筷子轻轻地翻拌一下 之后再少量多次地加入面粉 边加边搅拌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放到蒸屉上铺匀 盖上盖子开锅以后蒸五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蔬菜的味道 真的是清香铺鼻 跟筷子搅一下放凉 像这样蒸出来的空心菜 吃起来真的特别香 鲜味十足 吃的时候浇上调好的蒜泥料汁 真的是太香了 非常的开胃 底面又加入了鸡蛋 吃起来也非常的有营养 像这样一锅做出来 主食和猪菜就都有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就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